48 Team FT 梦想的旗幟公演 在观看演出的同时 请注意以下事项 1.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 评票依次入场 对号入座 2.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 横幅、标语、旗幟、条幅等 或超过50×50厘米亦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 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 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 3.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 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制静音状态 4.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 厂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 不得翻阅隔离措施 在观看演出期间 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 5.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 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 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 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耐心等待 欢迎各位前来观看S&H48 TeamFT梦想的奇致公演 在观看演出的同时 请注意以下事项 1.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 评票依次入场对号入座 2.请勿携带分发 未经剧场准许授权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等50x53 以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 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 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 3.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摄像、录音等行为 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制精英状态 4.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 场内严禁吸烟、踩踏座椅 不得翻阅隔离措施 在观看演出期间 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 5.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 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 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 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耐心等待 我是SNH48 TeamFT的李玉倩 SNH48 小身心等待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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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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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d come down to the floor for you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S-N-H-48 S-N-H-48 Come on! Are you ready? BERNIE ah ost po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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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め一不太多 太多不看你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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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開了雙臂去擁抱藍天 爱天的灵光 静音拖到希望 远迟的远程 奔带着 我们远远的出现 我们远远的道路 会变成 和你平日的爱情 一心踏着 勤快步伐 一心踏着 我们远远的远远 一心出道 千万空心 孤寂 勇气去冒险 不怕危险 勇往直前 彩虹就在天起点 花月是我让 幻想轻轻收藏 展览海面 闪耀 幸福模样 简单空心 把未来点亮 梦想无限大的成长 青春无知境想象 显得坑 坚定的 去穿 航向闪亮的月光 大处望远镜 遥望着野空 看出望远镜 遥望着野空 看出望远镜 遥望着野空 一天黑色的一場 同情的相容 還要用幸福的感動 還要永遠不會沈默 一起擁抱默契微笑 闖道未來為夢想 努力振奮多了 劫滿空心 鼓勤勇氣去冒險 不怕危險勇往直線 彩虹就在天地點 跨越是望讓 幻想盡情收藏 展覽海面 閃耀幸福模樣 劫滿空心 把未來點亮 夢想無限大的成長 青春無知境想像 堅定的群窗 航向閃亮的月光 劫滿空心 鼓勇氣去冒險 不怕危險勇往直線 彩虹就在天地點 跨越是望讓 幻想盡情收藏 展覽海面 閃耀幸福模樣 劫滿空心 把未來點亮 夢想無限大的成長 青春無知境想像 堅定的群窗 好像閃亮的遠方 劫滿空心 把未來點亮 劫滿空心 把未來點亮 就在天地點的群窗 劫滿空心 把未來點亮 劫滿空心 把未來點亮 风险的鲜光在发动的好 风风轻护我的长发 陪着我翻遍的山岛 发现这一分之间的阴望 让颜土的风光好好蒸藏 这一分之间的阴望 你摸耳的笑笑 永远在我的地方 周围的失望 让我遇见时光看见梦想 上前夜笑 你和我笑得好 淡淡微凉前方 不再光光不再睡光 让你希望指引爱的方向 梦想盛开在交界的远方 就算变快暴雨淋湿了衣裳 又坚定回去装飞 也远向追求爱的方向 未来让你再幸福被激光 你穿过风转护着银行的翅膀 你会想变快暴雨淋湿了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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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唯一的梦想 爱是烛光却温柔有力量 爱你莫寻找真实的同堂 少许少 你遗忘我微笑得越好 荡荡微亮前方 不再痛快不再失望 难免心光指引爱的方向 梦想盛开在交界的眼光 就算遍不暴力淋湿了衣裳 有了坚定的巨窗 飞越远光追尽爱的方向 未来洋溢在幸福的期望 穿过风为捂着迷心的翅膀 不再跳起跑得八重奔放 梦想满船想要的美光 都在这恐怖的风格 啊 爱荡荡荡荡的我出场 便勇敢去家旁 满天星光指引爱的方向 梦想盛开在交界的月光 就算天空暴力淋湿了衣裳 有了坚定的巨窗 飞越远光追尽爱的方向 未来洋溢在幸福的期望 未来洋溢在幸福的期望 不再跳起跑得八重奔放 未来洋溢在幸福的期望 未来洋溢在幸福的期望 温暖的小汉女的流行 心动的模样 可说的时间发生期待的光 却又来看学生了 爱就是感动的四孔之狂 可见爱情到地争争 想说过这些缘故都要选择 经常已经造入我狠 所有曾经的恋爱主义 你说以为我剩下心意 想在一起牵挡出你的蜘蛛 1 2 3 要给我你全部的心 A B 静怀 觉得你不能有力 心里已经默默为你 他有时着急给你有了 就算失去 baby 1 2 3 给勇气加油鼓励 A B 静怀 觉得你冒险的意义 希望能看到我怎么坚持爱情 给你有了 好像现在就能说拥抱你 我不会再会吉他 凭蓝的天空挂上在眼前 一边朝来去相拥 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同 等待有个小空 欣赏的谁受恶不抓闹 你我的天啊 你們好看 我明白這愛要用真誠來對待 希望不失去永不再來 我自己的戀愛是你 你說一個人的謝謝你 想在一起盡量出你的情侶 1 2 3 要給我你全部的心 A B C 愛情的你不能永遠 心裡已經默默為你開始著急 給你有了就算是去給你 1 2 3 給友情加油鼓勵 A B C 這就是冒險的意義 希望能看到我怎麼堅持愛情 給你有了好像現在那時候擁抱你 及其作為你的守 Jesun screen 3 6 6 6 2 3 3 5 4 7 8 1 4 6 6 6 3 1 2 3 要给我你全部的心 A B D 换 选择皮肤内忧郁 心里一记 默默为你开始着急 给你有了 永恒失去 baby 1 2 3 给 勇气加油鼓励 A B D 这就是冒险的意义 希望能看到我怎么坚持爱情 给你有了 好像现在的时候拥抱你 A B D 这就是冒险的心 A B D 这就是冒险颜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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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不好 我们来创造 新的特局过来就到了 那时候黑暗闪烁等待 明明照亮着未来 一起山上无限可能世界的舞台 人生就是场比赛 每一次都要期待 梦想才会被时光打开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会迎见起身的特态 也会拥有属于我们应该的人海 我拥抱住感水冷带 才能拯救我的现在 这是我们的愿意 新的新的时代 我拥抱着我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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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渺小 走过了每一步 彩色的渺 只拥着我们前进的回到 有汹涌的风暴 越决定的正式 就拥抱着我拥抱 我拥抱的悲抱 我拥抱的不扬 本身就是场比赛 每一次都要精彩 梦想还会被释放大海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迎接起身的河台 也会拥有属于我们宁愿的热海 我从处来追等待 才能拯救我的现在 这是我们的约定 现在时的时代 你珍购我珍购我珍购火 然后就持有渢别的上去 你持有渢倍和既然 犯人的浓幻流行 我能希望万一期 customer 这是我们的�光 小的灿烂 不忘不住 还谁等待 才能成就我的现在 这是我们的原定 是现在人家的 我不乎青春 无畏的勇敢 或许未来勇往的 我们小的灿烂 不忘不住 还谁等待 才能成就我的现在 这是我们的原定 是三星的时代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Team FT 感谢大家在周六的晚上 来看我梦想奇致的公演 今天的MZ话题是 我们玩过哪些好玩的游乐园呢 那就请周中开始他的MZ吧 大家好我是SNH48 Team FT的周树宇 大家可以叫我周周 valeur的 原调 作词 se 我去过最好玩的游乐园应该是迪士尼吧 因为大家都说的好玩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迪士尼是我们我跟倩倩还有盼盼一起去的 然后呢就是出去玩一定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身体 然后我第一次去迪士尼就在路上吐了 然后所有好玩的游戏项目都没有能完成 但是呢就记得去迪士尼看到那边有公主合影嘛 就觉得公主特别的好看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SNH48 TeamFT的泡泡李星雨 感谢大家来看来观看我们周六晚上的公演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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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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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 有千人终成借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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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我玩过最好玩的游乐园的话 应该是 花乐谷吧! 因为我没有去过迪斯尼 我觉得迪斯尼开在上海 就可以晚点再去等 节假日的时候 再去游玩 也不迟嘛 因为这样的话人就太多了 然后 然后 花乐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玩的 我觉得游乐设施 都是千篇余虑的吧 你觉得呢? 千篇余虑什么意思 千篇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就是小孩子才去游乐园 像我们成年人是不会care的是吧 像我们成年人就去水族馆 我推荐就是像刚刚的爸爸妈妈一样 就去水族馆吧 就是什么友好陶冶情操 然后交流爱情的好地方 谢谢 耶 1234567我家傻傻 大美琪 大家好我是SNH48 TeamFT的李美琪 谢谢大家周六的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 耶 一百七 一百七 加油 一百七 谢谢 每次我最喜欢你 淘标饭局来见你 谢谢 嗯 最喜 不要再发霜了 好 谢谢 小 快 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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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游乐园我小时候有去过上海的热带风暴 你们知道吗 然后还有一个欢乐谷 然后 嗯 嗯 还有什么 还有苏州的恐龙园 还有苏 那叫什么 长龙 对 还有哪儿 方特你们知道吗 在河南 然后这些游乐园都差不多 我最喜欢玩过山车 那广州的长龙的那个过山车 我和我朋友上去 就是排队排了九趟 玩了九次 都特别 玩了下来之后都吐了 都特别 好 好了 谢谢大家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 FT 杨美琪 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 耶 거든요 谢谢 比较ui び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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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去这种游乐场的人 很刺激 就是上海的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 我可能都玩遍了吧 但是印象最深的是 我在我老家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的一场活动嘛 就在去嘉年华 就是一个很高很高那种秋千 完原飞车吗 对对差不多类似那种 然后我跟我朋友玩 然后我们玩了几遍他就吐了 就玩吐了 然后我说一起嘛一起嘛再玩一排 然后他不冷他说你找别人吧 然后我又去找了一个人 然后跟我一起又坐了几次又吐了 是不是晕车的人好玩那种东西都会吐 对对对 这样我经历就很好 就两个同学都被我 就带他们玩这个人他就玩吐了 下次我们俩可以约去那个上海的那个叫什么 迪士尼还是什么 花乐谷 不是不是 是就是那个有米奇的那个 金家威也有去过 那对就是那个 滴米奇什么 Lowish 好下次我们可以一起约 好就是这样谢谢 买波罗找 小幻 大家好我是S&H48 TeamFT的小幻王西元 现在今天周六晚上来看 TeamFT梦想奇事公演 谢谢 约 黄青 替你 黄青 防守 准备 准备 第一次来看你 谢谢 真的吗 我怎么印象中二十几场都有你们 那我的话就是 我就是对于什么过山车 然后海贼王那些 其实不太敢做 然后像大美琪 然后小美琪这样 比较喜欢挑战刺激的 我就觉得可能迪士尼 不太适合你们 因为他就是 比较休闲 然后为什么休闲 就是因为你差不多排一个项目 要排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 不是有那种VIP通道吗 可以买那种VIP通道 你每次去都这样吗 不不不 去一次就够了 好的东西享受一次就够了 你的工资能支持你 每次去都排VIP通道吗 然后还有一次 就是周诗语他们去迪士尼 其实是 嗯 在我们排练的时候 然后 然后 你看周诗语 我可以说吗 周诗语请假去玩 对 然后就是跟老师请假说生病了 然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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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的不是生病 我们请的是去看牙 我说是我们去看牙医 对啊 那也是 好吧 那我也很奇怪 老师怎么会同意你们四个人一起去看牙的 然后 然后 我不是跟老师请假 我是跟叶总 没有 没有 新月 新月这个老师的孩子给叶总坦白了 告诉他去游乐园完了 叶总就说罚了多少钱来着 每个人罚三百吧 他说 你交了吗 你交了吗 三百块钱 没交 好 我举报 三百块钱都没交 这就是你坏学生 我怎么想要公演公司也没了 义务公演吗 叶总对不起 我就是 本来想是看牙的 后来牙齿太好了 我就 顺便出了一趟你是你 嗯 看到有了远期 那我们来数一下 我们对四个牙好的是哪四个 第一个是周诗宇 第二个是陈判 第三个是张新月 第四个李玉茜 我 我 能不能 就是 我觉得只有第四个是真的好 毕竟叫什么 小牙 小牙板 小半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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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牙也挺好的 牙口好 然后摄影师哥哥 能不能给我一个 他们牙齿的静静 来吧 周诗宇 你干什么游戏 张嘴 突然是要拍出牙膏 不是离婚的也不能这样知道吗 公共场合报仇不大 我不是跟你结的婚吗 哇哦 哇哦 哇噻 你快看你的脸 有多大 一出屏幕了 哈哈 摄影师哥 要搞事情 好 谢谢大家 耶 耶 那么就请接下来 先来排小伙伴奖MC吧 谢谢 耶 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FT的张希希子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 耶 guns 吓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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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orghini 谢谢 去玩的话 我看之前就是我们刚来团里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就是和01出去玩过一次 然后你觉得迪士尼怎么样呢 我觉得花的钱有点多 我吃了一千块钱都没了 那是因为他去了迪士尼以后 他就忍不住想各种吃各种买 他那时候是我爱的 主要是在迪士尼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明明他就是一个看起来那么大大咧咧的人 但是又喜欢去买一些那种小小的那种礼物什么的 然后买那种什么耳朵 猫耳朵 还有什么 但是都是被你制止住了 我最后只买了一个素揽 我知道素揽是你的最爱 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欢乐谷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欢乐谷的项目比就是迪士尼的要刺激一点 然后我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个大摆锤 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 我很想问个问题就是 就是玩大摆锤的话会跟就是体重有关吗 就是因为你比较小一直就甩得比较厉害一点 我觉得可能跟心脏大小有关吧 这如果心脏大的话荡起来肯定就要费力一点我觉得 就是听说就是左手跟心脏一样大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挺适合的就是那我心脏很白 你是白雪吗 然后 然后喜欢刺激一点项目 然后其实我有在就是欢乐谷 就是工作过 就是因为当时学校就分配到就是 成都欢乐谷那边去就是工作嘛 然后在那个剧院那边就是有跳舞就晚上 其实真的当那边的工作人员 就是真的蛮累的 就是每天晚上九点九点就是跳舞 然后跳完舞之后 然后白天的时候还要就是像迪士尼 就是不是有那种巡游嘛 然后就会有那种推车什么的 就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热 然后你还得带上那些发饰啊 然后还要特别就是可爱的那蹦打蹦打 然后就是我作为工作工作人员的话 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以后大家去就是游乐园玩的时候 就是如果手上有垃圾的话就请放在你们的包包里 就是就是就是当工作人员真的蛮累的 你们跳舞的还要负责捡垃圾吗 有有捡啊 就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有那种有一点那种职业病 你知道吧就是看到地上有垃圾就职业病 就是你以前当过清洁工 你是不是对职业病有什么误解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看见就是剧场地上有垃圾 然后我们就是那种看着有垃圾本来还跳舞跳得好好的 就必须得剪嘛 然后跳着跳着然后看到了然后又要当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然后又就趁着就是刚好有动作蹲下的时候 然后你把垃圾剪掉 你应该跳着要这样 把一个动作一样剪起来 对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我是SNH48 TeamFT的杨令仪 大家可以叫我林依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梦想骑之公演 谢谢 谢谢 杨令仪 谢谢 杨令仪 谢谢 杨令仪 杨令仪 谢谢 谢谢 杨令仪抱抱我 谢谢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去的一个游乐园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 是深圳的世界之窗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年龄比较小嘛 然后年龄小的人胆子都会比较大 然后我从小胆子就特别大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世界之窗有一个项目叫做雪山飞龙 对雪山飞龙 就是它下面是没有踩的那个底的 你的两只脚是悬空的 然后在天上甩来甩去什么360度各种旋转 然后90度各种垂直那种 是不是会看到那个轨道的火花 就是 那个我没印象了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然后只记得当时我穿的一双人字拖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人字拖的话最后还是要拖下来比较好 因为可能会甩掉 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学舞蹈的嘛 就是脚趾的那个抓力都比较好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凭借我的脚趾把它抓得很牢固 你脚趾怕是有吸盘吧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抓得很牢固 但是最后我还是把拖鞋甩下来了 然后最后就没有办法赤着脚走了很长一段路 然后在那种 在那种有卖那种人字拖的那种小铺 然后买了一双人字拖 对这我记忆特别清楚 我小时候胆子大到就是跟我爸妈去张家界玩 然后张家界不是有那种卵车嘛 然后我当时我当时是可以在卵车上蹦滴的那种类型 对就胆子特别大 你妈不害怕你吗 害怕尤其是我爸还有点心脏病 所以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SH48 Team FD的胆盘陈胎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啊 没落 陈胎 谢谢 谢谢 监 seat 谢谢 陈胎 谢谢 ahu 谢谢 说到那个好玩的游乐园吧 就是我就是最近一次 就是对就是那一次请假的那一次 就是跟千千还有就是周周一起去迪士尼的那一次 就是当时周周她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不敢玩那些什么比较刺激的呀之类的 但是我呢就是想玩那种比较刺激的嘛 然后呢我就拉着千千 然后去玩了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 光什么 急速光轮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玩了一圈下来之后呢 就是千千一直在那里叫叫叫 然后呢我也跟她一起叫叫叫 反正就是我玩下来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爽 特别舒服 然后还想玩一次 然后呢千千玩下来就是 后昏眼花迷糊 对然后我一直还想拉她玩的是 就是她就是算了吧算了吧那种感觉 然后我以前因为也是不敢玩这些东西 然后就去迪士尼的时候 然后就玩这种刺激东西 就觉得很棒就想以后也都玩这种刺激的 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SN4T的刘佩馨 现在来看我们的公演 大家晚上好 刘佩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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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周末好精神啊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今天才是七夕 昨天不算 因为昨天暴风雨一直在房间里待着 对 就来台风 谢谢 祝七夕节快乐 然后关于游乐园的话 其实我还是一个挺资深的玩家的 因为我就 因为可能小的时候比较穷 零花钱特别少 然后我家也没有游乐园 所以我这几年就是来上海之后 就把所有的游乐园都玩了 然后迪士尼也是一年去四次 春夏秋冬都要去 主要还是有钱 没有没有没有 是你下了工资之后 我就存下来一笔钱 给自己的游乐设备 就是添加一笔流动资金 然后今年夏天的这个 就是去游乐园的机会 是跟姜真怡一起去的 就是前段时间 然后其实我的话 上海迪士尼已经去七次了 已经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在场的大家 有没有去过 可以举一下手吗 有吗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的 不太多 都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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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讲 如果都没去过 就好讲了 就是这样的 第一次去的时候 真的满含泪水 就是看到了城堡 就感觉看到了家一样 看到家 就感觉回家了 你知道吗 进了城堡 就是游乐园的第一步 我就觉得 哇 这才是我的地盘 这才是我的世界 就是我非常开心 那一天过了 就从早上 九点钟开始暴走 到晚上八点钟撤回 我的脚都已经没有知觉了 但是我非常开心 浑身的每一个细胞 告诉我 我是公主 我就属于这里 然后 我特别期待下一次来 所以我很快就又来了 但是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排了大部分一个 就是游乐设备 排了120分钟 在120分钟 就是排队在想什么呢 就是在想我进去之后 再怎么珍惜 那每一秒钟该玩得更开心 然后我到那个 加勒比海盗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排队很多的 加勒比海盗 我坐上船了 哇 好开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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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水耶 哇 哇 哇 这个好逼真哦 感觉那船在我旁边 然后就是每一个 就拐弯的时候 就是磁器匹伏的船上 哇 哇 都这样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哦 哦 哦 然后上一次我去的时候 已经麻木了 就已经非常习惯 下一个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还是排了120分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跟姜仁怡一起去 她是第一次去 她一个上海人 第一次去迪士尼 我也无法想象 为什么是这样 泡泡也是上海人 她也没有去过 可能上海当地人 都不喜欢去吧 那我们 他们可能因为觉得 就一直都生活在上海 随时去都行 身在福中不知福 像我们这种 不管花多少钱 花多少时间也要去 然后姜仁怡她就是 怎么说 是那种玩家 带了大把钞票的 你知道吗 上迪士尼一挥洒 就是 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这个 这个好吃哦 然后点这个 然后她一个午餐 点了三个人的份 摆了一桌 然后旁边的人抱着孩子 嗯 这个感觉是孩子 怎么这么能吃 然后我在旁边吃一份小的 然后她吃不完 就给我 所以我这一趟旅程 可能花费非常少 我 因为我知道她肯定是吃不完 然后我跟她说 哪个好吃 然后她不信 她一定要吃别的 然后我们就 点了非常多吃的 晚到晚上的时候 没想到周二人也特别多 现在暑假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人喜欢去迪士尼 为什么不来剧场呢 为什么不来兴奋剧院呢 是不是 是小偶像不好看吗 就是我们周中的时候 多需要观众啊 我们就是 周中的时候 其实最欢乐的时候 周中晚上的公演 其实周末的时候 大家都有些疲倦了 其实一周 就是精力 最好其实都在周中 如果大家周中 有精神的话 一定要来我们兴奋剧院 不要去迪士尼了 不要排那么久 对 然后 祝大家周末愉快 虽然七夕已经过去了 但是 不管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只要 就是 大家可以在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每天都可以 过得很开心 是不是 那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享受今天的公演 谢谢 耶 耶 那么请后面的小伙伴 自我介绍吧 谢谢 耶 耶 拜拜 拜拜 是马帆不是麻烦 我是一点不麻烦的马帆 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 FT的马帆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梦想骑士者公演的 倒数第三场 谢谢 耶 horrivity ğer组 i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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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谢谢 麻烦 我也很敢 这么多 小白 你说得很好 谢谢 说到游乐园的话 我想起个故事 就很久以前 我跟我弟弟去游乐园的时候 我们是玩一个 我不知道那个项目叫什么名字 像一个长椅一样 然后它会这样甩起来 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就上去之后 它会倒立 这样转 不是 不是 也不是大摆锤 反正是一个很古老的摄影师 反正它很恐怖 然后当时我就很害怕 我弟弟想去做 但是我很害怕 他非要拉我上去 然后我上去之后 我就还比较正常了 就是偶尔叫一叫 然后我弟弟就说 救你 救我 放我下来 然后他 他就一直喊停 然后就做了十秒吧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把我们放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真的 好虚实 我的弟弟 然后我觉得就是 游乐园的话 夏天去水上乐园是最好玩的 非常的凉快 然后我 上一次是在成都去那个 环球中心的 那个水上世界 还是叫什么 反正它其实也没有多少个项目 就只有八个还是十个吧 然后而且每一个 但是它是室内的 所以又是水的那种 就是很凉快 然后那个人造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那个人造浪真的好恐怖 我差也淹死在里面 那个浪一打来 然后就整个人 本来是站着的 然后整个人就倒在里面 一直呛水 我觉得这个夏天呢 大家就是可以多去水上世界逛一逛 非常的凉快 虽然不减肥 但是 凉快 谢谢大家 感冒了像 阿修 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 FT的张敏奇 谢谢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来看 我们梦想的喜事公演 谢谢 耶 谢谢 周六学女不孤单 以后感谢我们盼 张敏奇 谢谢 加油 张敏奇 谢谢 张敏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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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张敏奇 谢谢 张敏奇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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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之前去 就是万圣节的时候 去广州长龙玩过 然后呢 有那什么 恶鬼森林 然后 就会有人就是拿着斧头 装作式 然后 要吓人 但是 到时候没有被吓到 但后来要走的时候 差不多 十一点钟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在快出园的时候 就碰到了僵尸新娘 然后 其实她真的一点都不恐怖 但是 我就一直躲在我同学的后面 然后 然后 然后一直躲着 躲着躲着 然后呢 她就发现了我躲着她 然后她就开始吓我 追着我跑 然后 然后我就跑着 跑着 就哭了 然后 就 特别的害怕 她 你都说她不恐怖 你还哭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特别害怕 那就恐怖 天黑了吧 你只是不想承认你害怕而已 你就觉得恐怖 她 挺漂亮的 真的好漂亮 但是我 好怕她 妈比我还漂亮吗 嗯 今天开始 今天晚上就回去搬出我的宿舍 不要跟我出了 别这样嘛 连这种虚伪的话都不知道 虚伪的话都不知道 说一下啊 你好漂亮 真的很虚伪 你自己说吧 然后 有一次在深圳 欢乐谷的时候 我 那是第一次去鬼屋 然后呢 呃 跟几个同学去 然后 但是 好像只 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两个女生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进去 然后呢 呃 欢乐谷是分成有 有工作人员和没有工作人员的嘛 然后 鬼屋门口不是都有一个什么 禁止殴打工作人员嘛 然后 但是我去的是没有 没有那个的 然后我就一直抓着 抓着我那个同学的 领 那个叫什么 尾巴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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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都不敢抬就 就 就走过去 然后呢 然后头上 就是我去的明明是没有工作人员的 但是 头上有一个毛掉下来了 我就 特别的害怕叫了一声 但是 后来反应过来才知道原来那是没有人的 好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哈喽大家好 你食物中名字最不雅观 转向最可爱的 猪小蛋 毛蛋 耶 耶 猪小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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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的游乐园也不算很多吧 但是上海的迪斯尼我是没有去过 但是我去过香港的迪斯尼还有香港的海洋公园 不是 因为上海人就 就像刚才那谁说的就是随时去都可以嘛 他又不会跑掉 然后 印象最深的是 是那个 好像是玛雅水上乐园 有一个 有一个像那个 水管道一样那种 封闭的那种水管很长很长 然后是 然后 我忘了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去过玛雅的可能会知道那个 那个挺吓人的 然后当时我跟 我是跟几个 就是 大姐姐去的 然后一个个进去的时候 到我的时候 他让我上秤 然后我就上去了 然后 他看我84斤 然后他说你不能玩 然后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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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太轻了 他说必须要90斤以上的人才能玩 然后 然后我在想 天哪 这什么游戏项目啊 还要体重要求 然后 然后我那些大姐姐就不管我都去玩了 然后玩了下来还说特别好玩 然后我当时 就很难过嘛 我就想一定要玩 然后我就 然后你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我现在 我现在还是很瘦好不好 然后 我就让那些姐姐 把身上的是个耳式 还有项链全部就是给我戴 就是全部戴在身上 去撑还是不行 那姐姐说你不要想办法 你就是不能玩 后来我就把那个手机 藏在那个鞋子里面 我就去撑 到了90斤了 勉勉强强 然后姐姐就放我进去了 那个 然后 后来玩的时候 他是就是 人是这么站着抱着的 然后 直接开 那下面就没有了 就直接下去了你知道 很恐怖 然后 下去之后 那一瞬间很爽 但是到了一半 就转弯的地方 我卡住了 就是 我 我那一刻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姐姐不让我玩 我就卡住了 卡在那个转弯的地方 然后它就是个水管道 是封闭的 就我上面也是那个 就上面就都是水 我就在里面拍那个 拍那个 那个 那个墙 我说救命啊 救命啊 我卡住了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 就看我好像迟迟 那个出口看不到我 然后就 就找人上去救了我 然后它上面有天窗 就能看到就那个水啊 在我头顶上这样滑过 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完了 我 我才十八 当时十六岁 我就要 这一生我就 我就这么结束了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 然后 等了五分钟 然后那个天窗终于开了 然后有个工作人员 伸出了手把我救了出去 哎 这个 但是真的很好玩 哦对 他后来 对他说 那你自己用力蹬一下 就让我手滑 蹬一下 能下去的 然后就 他把我一推我就下去了 就真的很好玩 大家去马雅公园 一定要玩一下 对 谢谢 耶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FT的 李余茜 谢谢 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来看我们梦想齐职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加油 郁余茜 谢谢 谢谢 李余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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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清了 听清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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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就是小时候在家那边 然后就是有个那种儿童乐园 就公园 公园里面很大 分儿童乐园 还有动物园 还有什么就是散步的那一些 然后大人是不要钱的 小孩是要钱的 然后呢就是 所以公园有点刻薄 一般都是对大人要钱 对小孩不要钱 没有 就是我们那个公园很奇怪 在我小时候 就是对大人不要钱 大人是免费劲的 然后就是对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这么矮的小孩子 一米五一家小孩子都要收钱 然后就是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天天去游乐园嘛 就是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每天都吵着 要去游乐园 跟妈妈说 妈妈我要去游乐园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妈就 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前两次去游乐园的时候 都给我买票嘛 后来去的时候 然后就投票了你知道吗 然后就偷偷就外面那个公园 外面不有一个那种窗子还是什么 炸烂吗 然后反正很宽 然后小孩子是能钻进去的那种 然后呢我妈说你钻进去 你钻进去 就被你卡在中间了 我妈真的好相信我 我妈说你钻进去 我在里面等你 我说啊 我在里面等你 我觉得你妈是要把你干掉的 我也觉得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说 钻呀赶紧钻快点 然后就是我 那个外面还是个马路 你知道吗 人行道 人行道 然后我妈就说你钻 然后 然后就过来 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我说这样钻不好吧 你妈附近想把你干掉 起来很破气 我说 你要不要等人少一点 我再钻进去 这样这么多人 我钻进去 被人看到了 是要罚钱的呀 对不对 然后我妈说没关系 你钻进去 然后到 我跟我妈磨了半个小时 我妈说钻 我不钻 我妈说钻进去 然后我妈 到最后你知道 实在忍受不住了 把我头往那个扎人一推 我妈直接把头往扎人那一推 然后我妈说了是 还行 不会卡住 然后快抱起我了 你知道吗 快抱起我 把我整个快往里面推了 然后我说不行 我不进去 我抵住 是什么抵住 我不进去 然后那一天 我就没有去成游乐园 然后那一天 我就被去成 然后我回去的路上 我妈还一直骂我 你怎么这个样子 你不是说你要去游乐园吗 你进去啊 我让你进去 你都不进去 你还想不想玩游乐园吗 我说 我不敢 我妈说 这孩子 是不是我亲身的呀 一点都不像我 你们怎么知道呢 这是的 我觉得你应该回家看看 你有没有出身证明这个东西 这个 人家讲话很有问题啊 然后我妈就说 你爸和我都是那种脾气 很那种很直的很刚的 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呢 真正得富是不是啊 然后我说 嗯 应该是吧 然后那天 反正就没去成 后来去了之后呢 我对那个公园也有阴影了 然后 就是去了之后 也不管玩别的东西了 我就说 妈妈 我要选专木马 我一坐上去 然后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然后下来之后 我妈妈说 你还想玩什么 我说不玩了 不敢玩了 不玩了 回去吧 然后 到小学的时候吧 还是什么时候 然后那个公园 终于对小孩不收费了 免费 对所有人都免费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终于不用逃票了 终于啊 就没有小孩子 再重当我的父子了 谢谢大家 还有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 去游乐园千万不要逃票 专大光明的买票进去 谢谢大家 耶 人生苦短 但我甜啊 hello大家好 我是SN4GA TeamFD的王心妍甜甜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园 耶 接到 王心妍甜甜 谢谢 加油 王心妍甜甜 谢谢 加油 甜甜 谢谢 甜甜 这样的机器已经过了 但是我的机器永远在你这里面 谢谢 先给大家来一声迟来的奇迹快乐 然后 游乐园的话 上海的迪士尼 我没什么感觉 因为 我跟毛岚一样 也去过香港的迪士尼 但是我是八岁的时候去的 那个时候才小元一年级 因为上次MC讲啥 上次MC讲过了嘛 就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去的 那个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 关键是那个时候我也 我爸爸妈妈也没有跟我一起去 是我自己去的 和和唱团的小朋友们 然后没有手机也没有相机 也没有拍拍拍的 还有什么纪念 但是 我妈给了我一万块钱 果然 果然王心妍甜甜 是我们这里最有钱的一个 没有没有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才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小 然后 我妈觉得 我一个人出演门的话 要拿多一点才安全 怕我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不好 可是你知道吗 你拿钱多了 要是人家给予了 你会过得更不好 有道理哦 回去给妈妈说 反正就是 我记得我出门的时候 一万块钱 在我的荷包里面很踏实 回去的时候一分都没有 我妈把我打了一顿 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钱 根本没有概念 而且港币 它长得跟人咪咪不一样 我根本就不知道 上面的 我是那种 把五角都能认识五块钱乱用的人 不是 把五块认识五角乱用的人 然后反正回来的时候 在迪士尼 那个时候小 又经不住诱惑 买了很多什么钻戒啊 什么 那种不是假的钻戒 然后弄糖啊 什么一大堆买回去 然后我妈回去 看了礼物以后 说很好 钱呢 我说没有了呀 你不是给我一万块吗 那我 给我多少我就花多少啊 然后反正 那一顿什么笋子炒肉吃得很香 后来 再也不敢乱花钱了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结犬的好宝宝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FT的熊清贤熊喵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 谢谢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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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游乐园的话 其实就是这几年可能不怎么去了 就主要是小时候去的 然后去的也挺多 然后杭州的话是有杭州乐园 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吧 然后我记得其中有 有几个项目 因为我记得印象比较深是项目 一个是什么好像叫雷神之锤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转盘 然后一圈都坐满了人 然后呢就是会甩 然后呢就是他这一圈呢 就是人坐着这一圈会转 然后呢同时他就是作为一个锤子的形状 他会往上摇 然后到了最顶上的时候 其实是有360度的转的 然后 她以为是那个什么 锤衣小胸口音音音音 那个 我觉得那个雷神的表情棒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可能水上乐园里面的一个 其实它其实很简单 就只是一个180度的转弯 但是关键是 它是从一个大概其实挺高的地方 就是往下滑 其实就只是一个简单滑梯 然后最后再转弯嘛 但是那个滑梯 就是它将近真的是就是垂直下去的 然后当时是我跟我同学一起去 然后两个人 就是我坐在前面 我是就非常明显感觉到那种自由落体的感觉 然后再碰一下接触到水面的感觉 就是非常刺激 但是也很惊恐吧 对要小心 对要小心 另外就是我不知道是 就是曾经一次就是自驾游出去玩 在干州的时候 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去了哪一个什么野鸡游乐园 没有 就是下落纱布都快掉了 就很山寨 然后很老 大概就是那种过几个月就要拆掉 就是做那种什么文化创意员的那种 然后其实而且包括它的设备还有各种玩法都就是非常老 就是很旧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什么项目 也是一个转盘 就是那个转盘是边上的一圈有那种就是把杆 然后呢你坐在边上椅子上抓住那个把杆 然后它会就是转动 转的时候它还会就是上下起伏就是颠 然后就是有人可能如果没有抓住就在会在那个圆盘上就是到处滑 然后那个其实也很刺激 那是什么迪斯科 迪斯科 迪斯科 好像这就叫迪斯科 就是像弄炒肉一样然后在里面翻滚 但是但是我当时又抓牢了非常淡烈的玩 但是就是内心非常的波兰气 我记得小学春游的时候我去玩迪斯科 我本来主任跟我一起玩 它是脚塞到嘴 真的真的会有那样的情况 但是那次我们好像人比较少还好 只是单纯人撞人 对 就不管是去什么游乐园或玩什么项目 都要注意安全 对 就是这样啦 谢谢大家 耶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精彩的幼内曲吧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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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都 其实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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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考验 要让老婆来全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搶手掌握你的 一起去心包 跟我心里满意 去心里满意 你自己不得了 如果一直来拥抱 就快要 害怕留恋你的味道 爱情怎么办才好 每个圈圈圈圈 不能有 一切笑 你感觉爱上 你忘了不会无聊 不该和 千千千千千 ными零住 如此温柔胶 为一箭 compliant 那就是 看得悠久 在你有 loops里 lassym�м心 千千千千千 家磕像着我 星麦風亮晓的云朴 怨爱的嘲笑 不让人 Invaito 真相 骄傲的绝招 尘封破浪人一杯 结实的伤透 让人疯狂买味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尘尘拥抱 世界有太多奇妙 看下一个 奇妙 嘴角 忍住 独牢 身体 有快报家疗 来个 沉沉沉沉 不如不如有 想想你多些爱笑 有了吗不会无聊 每个沉沉沉沉 尘封的承招 让温柔会比较薄 那就是不分的勇气 感恋你 你的距离 尘尘尖沉沉沉 每个沉沉沉沉沉 说服姑娘 推天瞩 erreichen 一屈阵面脚 不如有 推水 不知道 不如有 每个沉沉沉沉沉 帅ves ipe 雨 走 咱可以 iku res 快 冰 zeug 我 一片的小眉飐 鞋铅铅铅 无论的展昭 无论温柔为你绽放 那就是你的勇气 在你你的距离 将其方法用紧距离 揣着衔接 揣着衔接 揣着铅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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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 Biss figure 对 我一个极限 你赴得变 来 成就我的预谋 来 冒险别躲开 来 好戏刚上演 我才是王牌 请给我唯一爱 为我不能来膜拜 笑在期待 苦爱求败 成长目光也少起来 天儿我的骄傲正好给你慷慨 等你来真心怀热血满开 给我千古耗勇的宠爱 来把宇宙的焦点 都围绕着我 看上了爱 I'm so high I'm so high I'm so high 来 放心别放弃 你又来 我白点释怀 来 衬托我精彩 就现在 现在 请给我深深爱 请给我深深爱 不守守守守来拥抱 别看非议 我说了算 只成一拍无可替代 地儿我的骄傲正好给你慷慨 等你来真心怀热血满开 给我千古耗勇的宠爱 来把宇宙的焦点 都围绕着我 赶上了爱 I'm so high 我的风暴绕着我 赶上了爱 我的风暴在心卷浪潮 全世界都对我尖叫 快你愿我到无可救药 宇宙已被我逃劳 我的骄傲正好给你慷慨 你来真心怀热血满开 给我千古耗勇的宠爱 我的骄傲正好给你慷慨 你来真心怀热血满开 给我千古耗勇的宠爱 来把宇宙的焦点 都围绕着我 赶上了爱 I'm so high 害怕宇宙的焦点 都围绕着我 赶上了爱 I'm so high 生日快乐 小枝目 宇宙 都围绕着我 大监督 Oh my god My God I'm so free I'm so free I'm so free I am so off I am so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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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云雅定成山白 黑的美一点色彩 墙底声龙潮了整片深海 蓝星楼面的渺子醒过来 一天空还有节白 眉眼却又见到你已在闪 请别听从他的唱话 别失陷他的迷惯 穿上被左右摇摆 爱把姐姐打开 还要拥有何手段 用这一只光打拔 远带你的月头可怕 我会总是天使月空 迷惑了所有痛苦 都会有你救醒我 越牵牵了越要学生 一起穿过虚幻心魔 旅途的只关头 用力就能够承拒 用力就能够承拒 深夜深海 那些暗闭的渺子醒过来 比天空还要节白 每年月又见到地雲在晒 却别听从他的召唤 别失陷他的迷惯 穿上被左右摇摆 爱把姐姐打开 还要拥有何手段 用这一只光打拔 远带你的月头可怕怕 我会总是天使月空 迷惑了所有痛苦 都会有你救醒我 越牵牵牵了越要学生 一起穿过虚幻心魔 旅途的只关头 用力就能够承拒 到潜心魔 召唤 等等 下集中 用力就能够承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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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月光倒影着你 好孤寂 希望永远为你 隐藏爱情诗句 当你说割舍回忆没关系 怎么舍得让你留在海里 多渴望爱念念一世纪 怎能放弃命中注定的相遇 牵手相依 爱永远浓郁 我愿意忠惊一切努力 最美的唯一 阻止我爱依旧不再归零 让我漫过天地 同意下一个前行 最终的决定 在风中有一爱刻骨铭心 为爱念成无谓人鱼 每天都有 至少现在 我必须要离开 不要走 我一直在等你 为什么当初不选择我 我会永远陪对你 永远 全面的唯一 阻止我爱你就不再退离 让我漫过天地 心能力下全局 最痛的决心 因爱而坚定再哭我愿意 配爱变成无畏人鱼 珍珠的泪切今在深邃 珍珠的海底 最痛的决定 在深邃的决心 十分之后 一边才能去 这边才能来 珍珠的高速 真是一世 花音乐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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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三个人的人鱼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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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周世宇今天的MC话题是什么 哦 是不是要报那个UNIT是什么 今天是 今天是翻车的梦 翻车的水秀夫 还有翻车的梦 无可及待好像没有翻 翻车的monster 没有翻车的人鱼 三个人的惊吓的人鱼 哪有唯一翻车了 准备准备准备的唯一 准备准备的唯一 他们可能三个人谈恋爱有点太激动了 大家看他开心吗 开心 那么今天MC话题是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你在旅行中最害怕什么 没钱 对啊没钱 我记错话题了 我刚才大MC话题讲游乐园嘛 然后我记得是MC的话题是 在游乐园中你最害怕什么 害怕什么呢 没钱 过山车 我最害怕摩天轮 我最害怕摩天轮 因为之前很小的时候看到鬼片叫周乐园香港的 就是讲做摩天轮最顶端然后摔死下来 难道不是在摩天轮最顶端可以触摸到幸福吗 在摩天轮最顶端许愿会实现的 那在旅行中你觉得害怕什么 我害怕人 太多人了 人山人海 那你今天害怕吗 人山人海 这里没有 我又没跟他们挤在一起 就是在10月1号国庆节放假的时候 你们会出去玩吗 不会 那你们会来剧场吗 那你们会来看公演吗 那你们会来看公演吗 来看公演不就是玩吗 多开心啊 大家欢聚一堂 但十一出去的时候就害怕特别多的人 不然的话就玩什么要等 吃什么要等 走在路上要挤来挤去 挤来挤去 你害怕的是 很多人 是有利益及恐惧症 是有一点 就是在狭小的空间里会难受 还好我们这场特别大 他害怕我们 我们要这么讲 那我们就这么讲吧 你没钱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周世宇 为什么是这个顺利啊 对 那我旅行中最害怕的就是没钱嘛 如果有钱我拿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那甜甜呢 我没什么害怕的 因为我就是挺喜欢旅行的 然后有一次我跟你讲过的嘛 去道成的时候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我们听到围围也到呢 我们简化一下 就省去前面的那些恩爱情仇 主要就是登山的时候 因为海拔很高 听说那里跟西藏海拔差不多 然后登上去的时候买了三瓶 氧气瓶背在身上 还是缺氧了 差点从山上倒下来 命都快没了 要不然我就不能站在这里了 就这样 不是 你漏了重点 重点不重点 重点是一个男孩 一个男孩说 我长得像某某明星 真的 王欣妍天天有一段故事在道成 快快说 没有 我缺氧了 故事结束了 没有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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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街已经过去了 没有佳话 她不愿意说 你们看就是有小秘密 我没有秘密 反正又不难为她了 麻烦呢 你有吗 没有 有有有有 其实我就是 虽然我智商比较高 但是呢 我路是 你做个人吧 路是我不认得路 就是我 就是 每次就是如果我从这边进来的话 我一出去我就往那边走 我就静止往那边走 我就毫不犹豫的 所以我一个人的话我就特别怕 想要你旅行一个人 不还有我吗 那我宁愿一个人 你知道太不给面子了 好好好 有了丽美琪 那我就无所畏惧了 反正丽美琪还有钱 没有 没有 那 马上就十一放假呀 然后 还有什么中元节 乱七八糟 乱七 中元节 中秋节 中秋节 对对对 有很多假 然后大家就是 出门旅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一定要带上钱包 钱要带好 虽然不会有人解决你们的色 但是劫财还是有可能的 对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是 还有人身安全 好 那么下面请欣赏我们精彩的蹦第三连吧 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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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 三更星辰 君主 三更星辰 君主 三更星辰 皆高越沙漠我们终要更长 这一场最远的地方 轰轰直到也要向前轻撞 却实现我没有说的愿望 这个试探需要新的力量 属于我们当时只在飘淡 就算你一张红颜的月光海洋 还偏拥有闪耀的光芒 冒险路上 只保所有你的勇敢 只要有点陪伴 我想注定不会一个人无聊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 让满旗航开始往前 Let's get higher 看不见的危险 永远去闯不尽世界 我们想的终点 阳光照耀瞬间 梦想的奇迹遥远 梦想的奇迹遥远 这两个人轻轻的方向 我们路上一切属性的阻挡 静静地扩张一起走向 冒险路上 只保所有你的勇敢 只要有点陪伴 只要有点陪伴 我想注定不会一个人无聊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 让满旗航开始冒险 Let's get higher 看不见的危险 永远去闯不尽世界 我们想的终点 阳光照耀瞬间 梦想的奇迹遥远 冒险路上 冒险路上 是否我有你的勇敢 只要有你陪伴 梦想注定不会一个人无聊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 让满旗航开始冒险 Let's get higher 等不见的危险 勇敢去闯不尽世界 Let's get higher 带着我的坚决 让满旗航开始冒险 Let's get higher 等不见的危险 永远去闯不尽世界 我们生的终点 阳光照耀瞬间 梦想的奇迹扬远 人杜兑那里 防灯不尽世界 人杜兑那里 人杜兑那里 悲礼 所有人杜兑那里 別打擾 每天升起的太陽 給大家不滿的擁抱 如果下雨 別裝狂 很好 別打擾 有朋友 一舉起場 想失望 別看看 想要多別想 一切煩惱 別緊張 要記得最初的嚮往 怎麼能匆匆忙忙 還瘋狂長長 別忘記有我在你的手段 別愛到我 要知道朋友 一定都在一起的 別看在手中 降臨到不過 別人都在不願望 開始奔跑 Shiny boy 開始奔跑 Shiny girl 堅持唱首風響 永遠重奔希望 嘿嘿 不就這樣 別只能模樣 一起呼喊 Shiny boy 一起呼喊 Shiny girl 接受那些迷茫 所以漸漸堅強 伸出聲擁抱 最美的光 手段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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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響起套一亮 雨分感色 開始奔跑 太空升起的地方 又接近我們一起闖 大声音心事很慢穿着心的心一样奔跑 追逐天空的力量与苦上有我来奔跑 等的泪匆匆忙忙还往往长长 别忘记有我在你的身旁 要知道朋友一定要在一起当 你都在我手中 走连到门火 你都在我远方 开始奔跑Shining Boys 开始奔跑Shining Girls 坚勤教授梦想 永远充满希望 嘿 太不就这样 有什么模样 一起武汉Shining Boys 一起武汉Shining Girls 振作那些迷惘 多一点点强 伸出小拥抱最美的光 FIN L shortcuts teacher 你的满满点划保潢雨开始落下 准备众众车阻擋 ד电 Zack 我一直在成一颗的灵魂 我一直在成一颗灵魂的灵魂 开始奔跑Shining Boy 开始奔跑Shining Boy 轻轻享受梦想 永远充满希望 嘿嘿 不就这样 愿意不想 一起武汉Shining Boy 一起武汉Shining Boy 振作那些迷茫 做一点点坚强 伸出手拥抱 最美的光 由于一点都演繹 继续光 每一个样的转眼 都准备好了 你持 teammate 没有 Undagram 是害票的 都是老王 ¡ Stop! A H 4G A H 4G A A A 女神 反骨女神就有 收起你的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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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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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Oh A AA AA A A AA LA AA Aca AA Entonces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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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AA 我差不多有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因為在北京吃飯是真的很不習慣 因為我從小吃辣 然後在那邊好不容易找到幾家川菜館子 然後但它又做得很甜 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下咽 所以最後我就買了幾罐老乾媽過了兩個月 很淒涼 小熊呢 我覺得因為我其實平時我可能不太愛吃飯 就是吃主食可能也是喜歡吃麵條餛飩之類的 然後我可能為數不多的吃飯 除了在家被逼迫的那種之外 就是應該是 應該是 怎麼了 他說乾鍋那個那個 我講不出來 乾鍋什麼 乾鍋 蝦 乾鍋肥腸 乾鍋土豆 地鍋雞 牛蛙 完了就是乾鍋牛肉 你形容一下嘛 天啊我下次叫不出來 我昨天還在吃 就是 吃肉嗎 其實跟麻辣湯差不多 香鍋 麻辣香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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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香鍋 我講不出來這個名字 對麻辣香鍋 對 就是裡面有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啥都有嘛 然後就是 對就是可以把自己喜歡的東西放在裡面 麻辣香鍋不僅好吃還可愛 蛤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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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可愛 這個梗不是所有人都懂的 我確實不懂 而且你說 你說戴萌嗎 是說戴萌前輩嗎 我說是麻辣 我說的是麻辣香鍋 就是RNG的打影 哦 我還以為是戴萌前輩的錯號呢 麻辣香鍋 好 那就是 不管你米飯配什麼 但是大家都要好好吃飯 對 天啊你這麼說的 身體才能健康 你就不要吃了 你減肥吧 不 我是想說 我就是 怎麼說呢 還是想回味一下可樂啦 好好好 待會兒回去嘗試一下可樂 配米飯的滋味 好 那麼下面就請 下面一組小夥伴來他們的MC話題吧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 今天MC话题是 吃一切长一智 有什么经验? 吃一切 吃我 吃了你就可以长智商 吃我长一智 吃我长智商吗 那我不太觉得 是你长智商吗 好了 我下次要再见 玩不下去了 玩不下去了 那我们就先从 倩倩开始吧 帮我留到最后吧 输我呢 我先把自己吃了一点再说 那 那 我来吧 好的 就是 我对自己的脑子不大自信 是应该的 来是输我 出我 长一智呢 小心屁股 什么 会长智商 完了 就是有一次 我记得我还读高三的时候 然后我妈让我出去帮她买点菜 然后就给我拿了一百块钱 然后我就拿上那个钱 然后就啥也没带 穿一个拖板鞋就出去了 然后选好了要买的菜 然后我到了那个收音台的时候 然后那个 我摸了一下就是 钱呢 就是 然后我脑子里面就回笑了很多 如果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嘛 然后我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钱就是放在哪呢 然后会怎么丢呢 然后我就回去走了一趟 这原路走回去 然后走着走着 我突然想起来 哦 原来我走出门的时候 手上拿了一张纸 然后就是 又没有带钱了 嗯 没有带钱吗 带了钱 这边是钱 这边是纸 你把它扔了 你把它丢了 对 然后我擦了 我因为刚就是 你用钱擦的嘴 你没有感觉到嘴有点不一样的味道 有点饿嘴 怪不得我冬天的时候嘴经常裂开的 就是 哇 富贵 原来台湾我们 我们西西都是用钱擦嘴的 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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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一毛 就是 然后 然后走着走着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 哦 然后我擦完嘴之后 我就把那个 就是那个纸丢了 然后发现我丢的不是纸 丢的是钱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我走了之后 后面有个阿姨就过去了 然后我当时还很好奇 然后 就是我就是 就吃一 欠掌一掷吧 就是 来吃 我不敢 饶了我吧 就是希望大家 啊 什么 打了 就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带个包 就不要就是一边拿着 就是钱一边拿着什么东西 就是 就不要认错了 就这样 不要学西西那么富贵 对 不要学我那么富贵 哎 我突然想起来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嘛 小时候脑袋比较迷糊嘛 然后就是 我 对现在也是 好吧 然后就我妈骑自行车带我 就是我家那边就是 就是那种巷道比较多嘛 在那个巷道里面 然后我坐在它 我本来是坐在它后面的 后来是因为下坡 然后我下来了 然后我在后面走 走着走着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妈去哪了 我就接到后面有个那个自行车 我一扶 我一喊后面 妈 然后一回头 这位姐姐是谁 我妈呢 然后我妈在前面 我妈在前面一回头 你叫我干什么 我感觉好多人都会这样 对 就是因为小时候太小了 对 就是太小了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会认错人 比如说 嘿 王晓妍 诶 这是湛田飞鸟 你知道更好玩 你有点厉害啊 然后更好玩的是什么 更好玩我拿着我妈的钱包 就是那个 就是她钱包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然后我拿着她的包 然后后来我妈问我 她包呢 我说 我放你自行车前面了呀 然后我妈 我妈看了一眼 自行车前面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我妈说 你放哪个自行车 我说 你刚刚在我后面 我放到后面自行车 完蛋 完蛋 然后我妈说 你怎么回事 然后她就沿着那条路 你然后找了三次 找了三遍 都没找到 最后那个旁边那个商家 那个阿姨 他还问我妈 又是你啊 第三遍了 找到了吗 我妈说 没有找到 然后我妈又把我骂了一顿 我妈说 你怎么这么迷糊的 钱包身份证都在里面 都能被你弄掉 是吧 你妈妈长什么样子 你这么轻是吧 那为什么那个自行车上的人没有叫你 对啊 那个姑娘没叫我 她可能也以为你是她女儿 她就让我把包放了进去 她没叫我 我觉得这个人挺奇怪啊 是觉得你们有什么大钱吗 错了 没有 没有 大概只有十块吧 好吧 就 告诉大家 不要随便认妈 不要随便认妈 不要 不要随便认妈 不要认错妈 要不然后果挺严重的 我觉得应该把李星宇叫上来 让她好好认一下周世宇跟 你不是她爸吗 没有 让任周世宇跟杨丽怡啊 杨丽怡啊 杨丽怡不是她妈吗 不是我是清白的我不知道 然后我的话就是 就是这段时间不是那个演戏攻略 对吧 很火 然后我 耳听我劝你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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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然后排练的时候 我就在刷微博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 剧的截图 然后我就跟 我就跟萌萌说了一句 我觉得耳听挺可爱的 不是她 你说什么 对 耳听是可爱的 让我还原一下 就是我们当时坐在练习室 然后她突然坐在旁边冒出来一句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 我说什么 然后你说吧 她说 我觉得耳听挺可爱的 我说什么 你觉得耳听可爱 我说你看到第几集了 她说我一集都没看 然后就是 其实萌萌还是挺温柔的 然后我们舞蹈老师 就是王老师就 爆打了我一顿 她直接上来 所以她就是个坏人是吗 对啊 她是坏人呀 一个一集都没看的人 跟我说耳晴很可爱 好吧 她可爱在哪呢 周旭也说耳晴挺可爱的呀 对啊 因为我才看到第十九集 这里坏的还是名誉 一个看了十九集 一个看了一集都没看的人 跟我说耳晴是你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看来这个人演技比错 你知道吗 刚开始我也觉得她很好 可是后来直到我看到那一集之后 我就 我请我全力善良 就是老话说得好 灯红酒绿惹人醉 惹我未解让你废 看到第十九集的人感悟出来的这个花不错 我算想起那些小续莫名其妙在小舞舞蹈的群里面发了一句这个花 看着我大半夜下清醒了许多 让你不要惹我的意思 那应该不要惹周姐 惹我周姐让你背 对啊 让你知道我周姐的厉害 后面阿姨也叫周姐 就我想了这话题 刚刚突然就是看到这个干干我就想起了 我们出道的时候在这里群过 我就在王兴媛和我就在那个位置吧 嗯 在哪个位置 就大概在那个位置 就在这 李星雨 然后我 然后是你 然后就是经过了二十多场公演嘛 就是也有了一些经历 也成熟了许多 我就觉得有时候吧 是吗 就是有些话就是骗人的 比如说她手演的时候跟我说 我就是很喜欢你 一心以你的 我就是推你的 手推你 然后就像比如说今天了 就有些人再也没有见过 所以为什么我们FT的上座力就越来越惨呢 今天 今天好歹做到 做到那个浦座了 就是今天来为我们送行的是吧 送行这场公演 太可怕 我们还没有天秋乐呢 为什么 对 对 希望大家不要骗我们 多来看看我们公演 嗯 天天呢 天天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到台词 因为我的人生太顺利了 就是 没有什么可以吃一千长一致的东西 还有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你们是因为智商还没有满 所以才需要长一致 但是我就是已经满了 就是 就是不用长 但是刚才在台下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 我说 嗯 就是 七千长一致嘛 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就不会跳河了 然后 西西还问 什么河 所以是什么河呢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什么河 塞纳河 尼罗河 你不要逼老师 尼罗河 美琪呢 我 我觉得我就是 感觉 我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是尼罗河 因为你是泥沙做的偶像 太强了 我 我呢 我就是 我感觉我会经常被人骗的那种 就是 有一次就是有个人 他要跟我借一百块钱 就说他要回家没有路费嘛 然后我就借了 但是 然后留了号码 就是打 打了电话就 没人接过 就一百块被骗了 他就是 在地铁上 嗯 就是有个人也 也问我借钱 比如说这样 我再玩手 再玩手机 你当我 然后我说美女 你就回来看我啊 我说 美女你好 哎呦 你不要这样玩 美女你好 哇 他就罗唆罗宝心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 很 说到这儿就 还有很多那种什么 乞讨的那种什么骗子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在路边就看到一个人 他说 我是瞎子 但是 眼镜上有个胶带 然后把胶带就翻过来 他说 我是瞎子 对 就很笑人 但有肩子也还好啦 总比那种什么 拿一百块钱擦嘴的那种 比较好是吧 哈哈哈哈 就我是瞎子 然后那个 还是用机器打印的 可能是怕被淋湿 还有那个浇灭给分层的 就每次从那里 我都能看他在那里 这叫职业素养 对 就做得很到位 然后 然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说 你还上什么 就是 不是跟我说啊 是跟有一些人说的 就是那些成绩比较差的 他就说 你还上什么学 你回家要饭去吧 要饭 要饭就是 就我们家里叫要饭 就是说乞讨 但是我觉得 就是老师说 很多要饭的 就比你有钱 你以为他们穿的破破烂烂 你以为随便就能要饭吗 他们家里都住好宅 所以你说的是 要饭偶像的人吗 就是要饭偶像的人吗 就是要饭偶像的人吗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大家不要 小金鬼 就是就是路上 遇到你借钱的人 千万不要借 不管他有什么 我觉得他都是骗你的 还要 他在嘴巴说 他会干净 我真的会干净 然后但是真的要 要是遇到那种什么 缺胸断腿 然后或者是老年人的话 但是都会很 就是不忍心 都是会要给他们一点钱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 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人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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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和大爱人 相当高的 帮助 帮助 银 相当高 谢谢观看 Zither Harp 迷失的森林 仰望被黑暗送逢 悲伤折挡了所有暴力 每一次回头 看见你的眼睛 心就深情在绝望和 Zither Harp 我呼吸 看见你 故事的空气 我感应 曾被你 感应的惊喜 过去的过去 活动会 对时间 依依来不停 我要做我自己 当初的自己 睁开眼 照会最美的风景 把所有眼光 满在回忆里 要让未来 跳跃在我的手心 要让未来 跳跃在我的手心 至少还有星光 躲在我的眼底 为我照亮 为我温柔的词意 如果在我面试中 毕竟成人灵 在我里面 会开出另一种天气 至少还有星光 躲在我的眼底 为我守护 为我 假动 这眼睛 如果相遇 是我毕竟的旅行 在这时一定 有更美的风景 我会找到 更好的童话兵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伎惠》 我必须听到 在你驰 不尽 我却奉锁在冬季里 还能隔绝了所有万里 我每一遇见到 身 遇见你 你的脸脸 就像穿搭在你的指尖 我心里为你不心的空气 我感应在为你感应的真心 过去的过去好到飞的时间 你依赖不停 不要做我天气当初的天气 展开眼睛会最美的风景 把所有眼眉埋在背影里 要让未来调远在我的手心 要让未来调远在我的手心 至少还有星光落在我眼底 为我照亮为我温柔的距离 度过高兵时钟迷进着远离 连锋里会开出另一种远期 至少还有星光落在我眼底 为我照亮为我温柔的距离 为我照亮为我温柔的距离 度过高兵时钟迷进着远离 连锋里会开出另一种远期 至少还有星光落在我眼底 为我守护为我假装 红着眼睛 如果想不试我逼近的远期 至少是一定有更美的风景 我愿意找到更好的童话定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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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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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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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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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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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